发菩提心就是要有利他的心,做利他的事 佛法八万四千法门都是加行 目的皆在使我们发起菩提心 菩提心就是道 因为加工用行,持戒,修善,忏悔,诵经,持咒,三规一等 都是修行的出门 经过这些出门,业障减轻了,要进一步向上提升 就要发菩提心 菩提心及亲近心,以及金刚经所说的无助心 因无所助而生其心 发菩提心就是要有利他的心,与做利他的事 发菩提心是怎么发的呢 我们就要有一个慈悲 为一切众生的慈悲,慈悲上面要有智慧 那么我们就像比如说一切众生从龙会当中要救出来 然后呢,让他们度化到佛的国为 以这种的完整的一种思想的话 那就是一个菩提心思想 最从基本的最简单来说到 主要是有利他的心 而且是让他得到究竟的利益的这样的一个心的人 那就是他有菩提心 可以这样说 华言经说 华言经说 感谢观看